其实孕期的饮食呢,对于宝宝和妈妈的健康非常重要的 今天跟大家聊一下孕妇的饮食,有哪些需要注意的 有五种元素呢,是在孕期一定要保持比较充足的摄入 五种营养呢,就是蛋白、钙、叶酸、铅和铁 蛋白呢,可以帮助宝宝的细胞生长和血液生成 钙呢,可以为婴儿呢,可以帮助婴儿形成坚固的牙齿和骨骼 同时呢,对于神经系统和心肌的发育呢,也是至关重要的 铁元素呢,是用来生成红细胞的 叶酸呢,对于大脑和脊椎的发育是必不可少的 特别是有助于预防神经管的缺陷 最后一个元素,心呢,对于宝宝的生殖器的正常的生长和发育呢,是非常重要的 那哪些食物可以补充这五大元素呢? 第一个的话,蛋白的话呢,其实是分为动物蛋白和植物蛋白的 一般的动物蛋白呢,我们可以从肉、蛋、奶里面来补充 鸡肉和鱼肉是比较好的 植物蛋白呢,一般来说是大豆蛋白 同时呢,在奶制品中呢,也是含有丰富的钙元素的 通过在孕期的时候呢,孕妇可以适量的摄入一些奶制品 这样呢,也可以补充宝宝所需要的一些钙 富含铁的一些食物呢,包括蛋啊,然后肝脏、肾脏以及一些果谱呢 其实这些食物当中呢,都含有比较丰富的铁元素 同时呢,在肝脏和一些天然的绿色蔬菜中呢,也有丰富的叶酸 这些食物在孕期中呢,都应该多多食物 在所有的瘦肉和一些坚果里面呢,和水果里面都有含有比较多的新元素 各位孕妈妈在孕期的时候呢,还可以适量的补充一些维生素 维生素的话呢,大家可以去买一些复合维生素 特别是需要补充维生素B12和维生素D 各位孕妈妈在孕期的时候呢,有时候口味会发生一些改变 可能会对某种食物特别的喜欢 但是呢,在孕期的时候呢,是不建议摄入一些高热量和高脂肪的一些食物 因为这些食物呢,可能会导致孕妇的体重增加过多 医生呢,是建议在整个孕期呢,孕妇的体重增长要维持在9到14公斤 因为孕妇的体重增长过多或者说过少呢,其实是对宝宝的生长发育呢,都是不好的 那哪些食物在孕期应该尽量避免去食物呢? 第一呢,就是一些含有咖啡因的饮料 因为摄入咖啡因的饮料呢,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 导致孕妇的心悸 孕期的时候呢,应该要完全戒酒 同时在孕期的时候呢,应该尽量少摄入一些可能对这个婴儿的身体产生损伤的一些食物 比如说一些生肉啊,生菜,或者是一些没有煮熟的鱼类,贝类 好,今天跟各位分享了一下在孕期的时候一些饮食的注意点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好,谢谢,再见 首先你是谁?孕期的饮食对于妈妈和宝宝都至关重要 那今天跟大家讲一讲五种在怀孕期间必须要摄入给营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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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启点赞 订阅 幸什么 这钟只是爹 Minha 所以你就真正能规 לי 大家 煮